大家好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查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顺风炸了 中国快递行业的一个龙头老大哥顺风也不行了 中国物流最大最强的企业为什么也不行了 这就有意思了 这次还真就不是洗包子 撸起袖子加油干捶爆的 那就是中国经济衰退已经形成了什么 趋势的力量 那可是相当吓人的 一个经济体一旦形成了一个衰退的一个趋势的话 一切什么你说再强的血那都是要倒下 当一个这个经济体这个趋势往上的时候 这个猪都被吹起来 是吧 现在中国经济 这次顺风可以讲那是被卷死的 一个都被卷死龙头老大哥老大哥都干不下去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起瞧瞧看看 就看到中国经济的最新情况 那是令人担忧 日前顺风控股出啥事呢 他这个断舍离卖掉了旗下的核心的一个资产 叫做封网 封网引起了这个行业广泛的关注 为什么是断舍离呢 因为这个封网 没有什么价值 亏的一塌糊涂 但是呢 是这个顺风的宝贝 放在家里面就不舍得丢啊 这个最鸡肋啊 丢了又不行啊 所以这个只能这个壮丝断背啊 这这次啊 把这个封网卖掉 封网是什么呢 封网是顺风控股啊 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啊 这个发力这个什么呢 电商业务 哎想搞电商还想搞零售啊 当时这个顺风就开放什么呢 开放过一一大批这个这个加盟商 加盟商当时我们啊 在墙里也看到啊 墙里也看到 有的他想在线下探索在线下搞 这就其实他有点想这个干成什么呢 这个王位的意思的 本来我有个快递点嘛 这个快递点想办法呢 做成一个便利店啊 又能卖点东西 然后又能带点货 顺便也把这快递点做了 能不能做到这样 我们就就把这个什么 71的生意也做了 把电便利店的生意也做了啊 然后去线上线下打通啊 再把线上电商也做了 我顺风搞个顺风忧选啊 那怎么横扫天下啊 这个这把什么什么什么的 阿里巴巴全的全搞下来啊 这个顺风当时 那可是这个 所以风网啊 那是顺风寄予厚望 可以讲是顺风 再上台阶 啊 再上一层楼 的一个寄予厚望的一个旗帜 哎 但是现在不行了 把它卖掉了啊 怎么卖掉呢 5月12号啊 顺风控股把深圳市 风网控股有限公司 以仅仅是11.83亿元 贱卖啊 贱卖的这个 风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啊 卖给了击兔 卖给了击兔 这个一卖一卖一卖 里面这个牵涉到很多这个矛盾 啊 有的一身 烧我们等一下再说 其实他这个卖啊 有点是 没办法 他知道一卖就会惹麻烦 但是他又不得不卖掉 我们等一下会说到顺风的财务状况啊 在日益的恶化当中 啊 连中国这个流水最好收费最高 这个龙头老大哥快递 竟然现在已出现这种财务状况的 啊 这种衰退啊 我们来看啊 这个顺风此时变卖风网业务啊 颇有这个汽车保随的战略考虑 不得不卖啊 此前就就想想做这个这个加盟啊 然后把这个啊 低端呢 这个 然后这个增长快速的电商啊 这一块也是个全部搞下来啊 在2020年啊 曾经你看这双十一 蜂网的日均单量的突破100万啊 这个做出了一点点成绩啊 这个烧了不少钱 然而呢 擅长做直音的顺风 没能在加盟模式下 予以得水啊 记者留意到蜂网 术运啊 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 啊 这个砸了砸了很多钱啊 公告显示蜂网 这2022年全年亏损7.47亿元之后 今年一季度资产总额为7.16亿元 负债总额21.26亿元啊 你想想呢 负债都20多个亿 每年亏个几个亿 不得了啊 今年一季度啊 它的净亏损也达到1.43亿 所以就一直在亏损 亏的最起码亏了顺风几十个亿 不是开玩笑 所以就这里那亏了太多钱 除了没帮顺风挣到钱以外啊 蜂网也也让成让这个顺风陷入两难的境地 因为一个他搞加盟 加盟以前就有很多人就分这个消费者分不清蜂网和顺风的这个区别 啊 感觉就同一个东西啊 很多这个加盟商也说啊 这个我们顺风的服务啊 这个通达的价格啊 有有都是也是这么推广啊 也是这么想的啊 最后就现在就有点是什么呢 中高端市场也不断被产生 现在发现有有的也做的跟顺风差不多了 然后价低端他也做不了啊 高端要高不成低不就啊 所以整个顺风搞的乱七八糟啊 所以也也对他的品牌啊 都本来的这个这个架构啊 还有公司的管理可能也也是受到拖累啊 此外 当下顺风处于这个资本开支不断攀升的状态啊 近日顺风这个想想把它弄上市 还想到有在融资 哎 所以这这些动作都不太对的 中国好多巨头 我们现在看到了都想融资 连顺风都要融资三十个亿啊 连这个富士康都要融资六十个亿都要圈钱来发工资 哎呦 这些大企业按理来讲那都是不差钱的 这些大企业不单止不应该融资 他们还应该是反补这个社会 说句不好听的 他们应该是啊 比如这这做一些研发呀 是不是啊 还在要带领这个社会的技术往前走啊 啊 他们还可以烧钱啊 烧钱给社会创造很多新的需求 哎 以前这个你看这个腾讯还有阿里巴巴 哎 他们不就烧钱了 烧钱 然后 拉动什么共享单车啊 这这也是个巨头在拉动一个新的方向 这新的方向做不做的什么不好说啊 全世界都这样 你看美国几大金刚 那是搞很多研发啊 当然就中国有些研发特别low啊 搞搞这个什么什么社区团购了 这个单比不上啊 人家搞搞什么又是什么方卫星啊 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微信念啊 啊 又是深度人工智能AI啊 啊 这个你确实大集团 他不单止不应该这个随便圈钱 他还应该 他不应该简单圈钱 应该这么做简单圈钱来放工资 但应该这个对社会形成一个引领作用 但现在中国这些巨头企业 他本身都一身烧 你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巨头企业的状况 基本上你就看到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所有中国的大型企业都在干嘛 都在收缩战线 你看顺丰这次也可以讲 他是在收缩战线 以前想扩张啊 搞个顺丰 low选 搞个顺丰便利店 啊 然后把快递也做了 把便利店也做了 现账现下一体化 这个这个零售全打通 所以以前是在什么扩张 那现在直接十个月 哎呀 随便卖掉 砸了几十个月 十个月卖掉 亏得一塌糊涂 这是在干嘛 收缩 强行收缩还是 我们留意到啊 近三年顺丰控股的负债率是逐年增长 截至2022年末顺丰控股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54.67 这期是近十年以来最高 而且顺丰显然也没钱了 这个又搞了个家里物流 在这里虽然把业务做大了一点点 但实际上啊 这里抽了他好多的现金 在2022年顺丰控股啊 显示他的现金由柔正转负啊 是负的一百六十个亿 同比 这个暴跌 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顺丰控股的现金流是负的一百六十个亿 那不单只是没有现金 那都是负债 所以顺丰其实是相当危险 所有中国的巨头企业都在收缩战线 都搞不下去 腾讯 腾讯现在网游也砍了 直播也砍了 这个零售也这个电商也砍了 阿里巴巴 是吧 一个个全在砍 全在砍业务 从大型企业看到整个中国经济 其实都是在收缩 剩下几个也不知道这闷头在干嘛 华为天天说沸腾了 天天在朋友圈吹牛逼 在微信朋友圈 在微信朋友圈吹牛逼 在华为究竟在干什么 华为已经成为一个故事 一个传说 实质上他他有没有做事都不知道 他甚至他究竟有什么业务 现在说不清楚 你找谁都谁都说不清楚 华为现在还剩什么 三大运营商养着他 是吧 反正这个手机现在基本上也没做了 这个企业究竟还有什么 这个都说都说不清楚 真的 是否还需要这么个企业 反正摆着好看 是吧 要好多 连小米都全在收缩战线 那指望谁来投资不知道 他说指望央企国企来攻坚核心技术 而这次 顺丰 你看顺丰 本来业务也经受很大的考验 现在 很多什么菜料联合 天猫 发现做的比顺丰也差不多 也很快 什么京东 也做的什么211工程 所以也很快 也有什么半日圣达 都都都都蛮快的 那顺丰还剩什么 其实顺丰相当危险 高端没有什么突出的 现在 然后然后低端 也做不过 现在直接砍掉 而这次出售业务 也让顺丰是有了一身骚 所以大家小心这股票 很多加盟商现在维权了 之前加盟交了很多加盟费 现在投了几十万 上百万的车辆和厂房 现在投进去 当初看中的是顺丰品牌的溢价 一夜之间打了水瓢 现在估计后面那是一身糟 5月14号 封网发布了维稳的公告 就说我们会退钱的 我们会退还这个 封网这个网络的加盟费 退还这个封网支付的押金 退还顺丰 封网总部开设的充值账户余额 压了这么多钱 当初 这个顺丰把这个业务想得很好 又能收加盟费 又变现了顺丰的品牌价值 然后也能打通零售上下游 线上线下 想的是挺好 现在一身糟 这个钱要退回来 然后这这么多人 他涉及那到时候打官司 打傻这个顺丰 人员的安置 这些 你想把他全请回去 那还得了 直接全部收购 只应算 但他明显 他本来也没这个财力 所以顺丰可能要爆雷 这个问题再这样搞下去 可能要出大麻烦 所以从顺丰我们看到很多问题 另外一头 我们也是看到中国电商 也是岌岌可危 今年一季度看到这几大电商 比如做化妆品的 亚斯兰黛集团 就民怒中国所业绩的下滑 主要就是中国不行 中国零售恢复相当缓慢 库存高期 在打折清理库存的同时 渠道捕获非常少 所以就指中国不行 然后保洁在中国最新财务报表里面也是提到 里面什么SKII这些主要是中国去卖的不行 还有欧兰亚等等 这个电商全传统的业务都提到 都提到中国 中国这一块现在卖的不行 今年一到三月份 陶系销售口径显示欧莱雅集团旗下的南蔻 亚斯兰黛集团旗下的亚斯兰黛海兰之谜 保洁旗下的SKII 资生堂旗下的资生堂品牌 销售量均录得了双位数的下滑 亚斯兰黛的GMV在淘宝上面同比下滑 百分之三尺 然后国产方面的华西生物的润白盐 这说起来就这品牌太多了 还有上海佳化这些都上市公司 都没能逃脱GMV大幅下滑的命运 就中国电商也不行 所以电商现在乱掏 深度的衰退 然后反映出来快递行业 也是能过一天是一天的 现在说起经济 经济现在不行的话 也值得一提的就是经济不行 也是留意到中国很多部门 都在拼命创收 很多政府机构 今天早上我们才说了房地产 房地产不行 房地产不行 经济也不行的情况下 那地方政府现在没钱 地方政府没钱 没钱 我就今天留意到这么个财经新闻 反映出来杭州市政府现在也是穷成 这个也就这个样了 5月14号 在4.5平方米的商庭租赁全被拍卖 一年的租金达到284万折合下来 一日租金 一天的租金7780块钱 这卖的是什么呢 什么商庭呢 据阿里拍卖介绍 此次拍卖的标的是杭州西湖风景区 民胜区白地情定商庭 就在西湖边上 非常好一个位置 标的位于杭州西湖风景区 断桥附建 民胜区白地 揉船码头旁 就坐那揉船 就旁边 非常好的位置 桃红柳绿中 南北湖水间 四季优美客流量大 非常好的位置 确实这多少平方米压根就不重要 反正现在占到金银一点点也可以 所以这几个平方米不重要 关键是在那里能做生意就不得了了 所以拍了一个高价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里面就说 我就说到 我一看就知道这个盗弹 以前像这种 什么在西湖边上一个什么港田 以前这些都不是拿出来卖钱的 以前这些资源都是干嘛 都是给关系户的 以前政府不缺这几百万 开玩笑呢 以前都是给关系户来投标 你让关系户赚这个钱 以前这些都不是拿出来公开拍卖 今天我们看到杭州市政府把西湖边上这些港田拿出来拍卖 其实反映的就是就以前这些资源并不是拿来换钱的 在现在给你明显看到了 拿出来拍卖了 能拍个两百多万 反正能回多少水就回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呗 是不是啊 就就就就看到这么个趋势 这个趋势其实 哎呀这个到处想钱 地方政府就啊 这个这港庭能拍卖一点钱啊 这个关系户的别搞了 这些没法搞了啊 以前呃这个很很多 反正以前政府的关系跟民众的关系还没这么紧张 以前没那么穷啊 那现在各种紧张啊 现在还有罚钱呢 今天今天看到一个就是什么 呃5月13号啊 上海哎呦 上海也不行了 你看一个杭州也沦落到卖卖这些租赁权 把政府的这些租赁权拿出来打爆 上海你看啊 这个电动车没打 转向灯被罚三十块 一度两三年前也开始搞这个电动车 但是之前搞着搞着不太想搞 想过搞 啊 也想过用这个来创收 一度是不想搞 太麻烦 而且罚的钱太少 但是我看最近一年左右啊 中国好多地方政府在大搞特搞电动车 为什么 就是穷的疯了 穷疯了 电动车也拼命搞啊 这个家里面收缴的 村里面直接直接抢的 或者逼你们买车啊 能够逼你们买车更好了 买一台车 他能够收个好好地以千为单位万为单位的税金啊 还有保险 还有车什么车传税 还有强制险 这些就能赚钱 要不就搞电动车 所以你就看到现在地方政府能搞钱的地方也少了 但是他拼命想搞钱 而且其实抓电动车特别麻烦 但他也要抓 他也要抓 还有一个时间有限 可能就没没办法说了啊 就准备了材料 就是罚房东 房东他是要罚的 我们有机会详细说 所以房东会会导弹没的 也是要导弹没 一旦政府没钱扣着资产 这只要楼百姓有个车有个房 车和房都是人质 都是罚钱的抓手 你看大家看是不是这样 车和房都很容易就摁在地上摩擦摩擦罚钱的东西 大家想吧 反正房子也是摁在地上摩擦摩擦罚钱的 所以今天说了一个顺风 也顺带说到中国经济 所以还有就是罚钱 到处没钱了 先说到这里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留言分享 拜拜